这是我第二次来沈阳的江南小镇西谷里 作为东北人,看惯了这里的大山大水 其实我们更向往江南园林的精致秀美 一进门,小桥流水,绿树林荫,庭院深深 就像到了江南园林一样,非常的清凉和清新 这里的环境不仅幽静雅致,而且有很浓郁的文艺气息 吸引了很多美女在此驻竹拍照 远离城市喧嚣,深处西谷里,有一种世外桃源的静谧 小镇虽然不大,半个小时就能走完一圈 但是这里有咖啡馆,茶馆,饭店,红花馆,还有露营地 悠斋的消磨一天都不觉得闷 这里一步一景 有甲山,流水,凉亭,时不时还有喷出的水雾 营造出一种仙境的氛围 恍惚自己已经不在沈阳,深处江南了 这个地位太凉花了 这个景点是重新拓建的,上次来我没有看到,西谷里真是越建越美,年年都有新意,越逛越不够啊 西谷里的房屋建筑风格各异,既有江南古典派,又有欧式城堡派,怎么看都很美,非常适合拍照打卡 欧式的小别墅里,坐落着一家二手的家具店,也属于西谷里文化展的一部分 知道的是一个家具店,不知道的还以为是文物展览馆 货源来自欧洲回流,孤品和小众家,每件家具都有着不同的故事,请不要用世俗的眼光来评判它的价值 令人肯定是否存在,你说出现这些颜色? 这一片星球我上次来的没有 感觉这里各有可逛的地方了 不像上次来的地方那么小 这个场景太让人陶醉了 仿佛置身于爱丽丝梦游仙境 中文字幕志愿者 冲竹的时候看这里已经美得不可放物了 如果碰上烟雨蒙蒙的雨天 那瞬间一定就是江南水乡 这个小地方如果不深挖 很可能就错过很多美景 这次来发现新增了很多新鲜的元素 一定要慢走慢逛慢品查 感受大自然带给我们的轻松愉悦的慢生活 这还增加了太前馆了 咱们可以坐在这儿 咱们可以坐在这儿 那么好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以胡尔建的露营地 非常适合团建聚会 天幕 桌椅 烤炉都准备好了 露营还可以开车进入景区 周围还有大超市 备餐很方便 还有好多区域正在建设中 希望下次来 还可以看到更多的美丽元素 如果不想走太远的路去旅行 那么就可以选择 西谷里文化小镇 休闲的氛围 独特的韵味 每个角落都很用心 水走就是风景 在大瀋阳 能找到这样一个 让自己放空的地方 还真不容易 在大瀋阳 中文字幕 杨茜茜 中文字幕 杨茜茜 中文字幕 杨茜茜 中文字幕 杨茜 西按赞 cu